娱乐转圈圈 明星快报报 才会开始计算是新一代的偶像团 所以目前的团都是三代团 今天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三代团成员的solo专辑销量成绩 当团队发展到一定阶段 偶像团的成员们就有资格能力开始走solo路了 要说成员solo应该没有团能比德国EXO的solo影响力了吧 巨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用来形容EXO是最贴切了 虽然EXO不是TOP因为不符合TOP的定义 不能有成员退团 但是要说团队 个人发展 没人能比过EXO 三代solo专辑销量 第一位 第二位 都是EXO成员边博弦占据该位置 其实不仅仅是三代 边博弦是韩国solo专辑销量的第一位 在2020年的Bolo RT Lite直接百万的销量 2019年的Bolo eCity Lite销量57瓦加 江丹尼尔是韩国PT系列第二技能团 OneName的C位 OneName有多火 想必不用多说了 团队解散了之后 江丹尼尔走的是solo路线 在韩国三代solo专辑销量排行榜前史中 可以看到江丹尼尔占据了第三名 第五名 第七名 相信大家在前时中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EXO的成员 solo占比很重要 你们没有看错 EXO只要是solo的成员 全都在前时 张艺兴的solo没有算在该榜中 EXO目前solo的艺人 只有韩国籍成员有京中大 边博弦 京俊勉和京中人四个人 全部都在 一个不缺 艺兴只在韩国发过一次solo就是Lose Control 该专辑是在2016年发行的中文专辑 你们不知道的是 张艺兴的这张专辑销量 是当时韩国solo歌手的第一名 五年前的专辑销量 当然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 但是张艺兴这个外国人 当时在韩国的销量 的确刷新了韩国的solo专辑销量 并且保持了很久 在2019年才被江丹尼尔和博弦超过的 再看从第11位到20位 终于看到女爱豆了 她就是Blackpink的Jenny 要知道 Jenny的solo专辑 是2018年年末发行的 当时Blackpink并没有现在那么火 而且当时的Jenny因为solo遭受全网黑 Jenny的solo后劲非常猛 尤其是在油管上的播放量 现在还在不断的增长 紧接着的21到25名 Mamu的两名成员 金荣仙和文星一都在其中 Mamu也是全员 杰克solo的偶像团 虽然华沙专辑销量没有赶上来 但是华沙的Maria姻缘好的一塌糊涂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